4月11日 第二十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开幕式继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 当天《逆光飞翔》的导演张荣吉 开幕微电影《伊维》的导演吕乐等人出席了活动 台湾影片《逆光飞翔》是由汪家卫出品 金马最佳新人导演张荣吉指导 其改编自台湾首位全盲钢琴学士黄玉祥的《真人真事》 凭借其唯美动人的影像和温暖催人的故事 该片先后获得多项大奖 被公认为2012年度台湾电影典范之作 也被作为了当天开幕影片的首映 据悉 本届大学生电影节将在4月13日至5月4日 举办主题竞赛单元入围影片展映及主创见面会 还将举办法国电影周活动 期间将由八部法国影片与观众见面 国产影片竞赛主题单元和电视电影竞赛单元的所有奖项 将在5月3日的闭幕式上揭晓 酷六一乐 北京报道